前后一共是41车 大概是120吨左右 我们还有这么多这玩意儿 我们还有这么多 这次搬家对我来说 刺激最大的不是这个辛苦和累 花了几万块钱 是我在里头不断地遇到我 某年月日在盼女儿买的 在报国寺买的 在某人家里头买的 发现十年以后还在那儿放的 落了很厚的灰 十年了以后你发现你跟他也 来擦肩而过的几会儿都没有 既然这样了 还不如当时把它卖掉算了 它是一种很熟悉的问题 这种问题是一种很熟悉的问题 购书是很简单 选择空间的空间是另一个问题 准备空间的空间 我认为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变 说你不尊重知识 但是追重知识的这个物化产品 大部分的人读书的人 哪怕他买的养生 轻易也不扔 人不死呢 他卖书 天哪 别的都能卖什么家具 什么都能卖 没有觉得有什么 我希望以后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去跟很多人谈 就是你卖书不是你的错 是对的 你应该选择在你有能力控制的时候 至少用不到 你生命没有那么密切相关的书 处理掉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book exchange between book collectors is for the time being 不依 bookstores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In time Hutong hopes people will become more used to book exchange 前段时间卖的这个王子权的书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他说他说我都七十岁了 这些书我爸去世以后给我 这都好几十年了 那么孩子也不看 他说我找个人把他卖掉 他姐姐问他能卖多少钱 八千一万呢 他说我们给他卖了二十六万 他没有名 那我为什么非要写出来 还要给他你了个小传 我认为呢 让人知道这个人的 前一任的主人是个什么人 我认为有意义 对前一任也是一种尊重 对他家人来说 就比较温暖 他儿子就很开心 就觉得你看 他爸爸的书子被很多重视的人拿走 知道这是王子权的旧藏 这事的意义 对他比这个钱的意义还要大一点 在他的心里 在他心里的朋友 是一位了 是一位是一位的文字 他爱了文字 优优独播剧场上是一位男人 拉着一桌的桌子 一直努力向前走 一直努力 一直保持他的精神 忽优独播剧场上 忽优独播剧场上 这种精神的精神 他们说我没有主心股 哎呀我说我够有主心股 我这一个工作干十六年 我没有改行 那还不够坚持 十年以后 还有多少人需要救出店 我并不知道 但是呢我在十六年以来 我看见了很多人 十六年前他买我手 他现在也还在这 你发现还有一跟你同类的人存在 这个东西可能是我 把他坚持 支持下来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可能做的事有意义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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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